1989年4月15日,北京各大学的校园广播播报了一则新闻,继毛泽东、华国锋之后,中共建国第三位总书记胡耀邦于当天早上逝世,享年73岁。 从这时开始,北京大学的学生就在北大有名的三角地聚集,三角地告示上面的广告逐渐被纪念胡耀邦的内容取代,比较有名的有,该死的没死,不该死的死了,民主70年未权,中国40年不兴。 进入21世纪,曾经风云一时的三角地因为广告太多,影响笑容,已经被彻底拆除了。 4月17日晚,三角地前聚集了大批学生,此时被认为保守的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已经去天安门广场下了花圈,一向走在最前沿的北大,已然按捺不住。 大概在这个时候,从一个宿舍二楼垂下一个巨大的条幅,写着中国魂,北大悼念胡耀邦。 楼下的学生就把条幅抢了过来,有了正面旗帜,大学生们开始举着他游行。 时间已经过了宿舍关门的11点。 女生宿舍管得比较严,但是很多女生也都冲了出来。 五四运动时期,北大没有一个女学生。 70年后,北大的女生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。 队伍走到北大南门的时候,据说北大的教师张炳九试图阻拦学生。 他说你们如果出了这个门,赵紫阳就可能有危险,还流下了眼泪。 但是学生们正在兴头,不可能听他的话。 他们像70年前的前辈一样,走出了校门,走向了天安门广场。 北大附近的人大、清华,也有学生冲出校门,加入了游行队伍。 在前往天安门的路上,北大学生起草了七条要求。 其中包括重新评价胡耀邦肯定他自由宽松的观点, 公开政府官员财产,允许民间办报、新闻自由等等。 北大学生游行到天安门,当然很快传遍了北京各大学。 第二天4月18日,有很多学生到了离天安门不是很远的新华门。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入口,学生们在此示威,要求李鹏出来对话。 大量警察也在这里守卫,示威一直持续到凌晨才被驱散。 胡耀邦的追悼会在4月22日举行,学生们得到消息,天安门广场会在凌晨三点封锁。 于是各大学,20万名学生抢在12点之前云集天安门。 4月22日,北京只好出动大量警察在人民大会堂外挡住学生。 有三名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下跪举起了请愿书,但是邓小平、李鹏等人早就从后门撤退了。 4月22日的新闻联播《人民日报》报道了胡耀邦的追悼会,但是对场外数十万大学生则一个字也没有提。 大学生们虽然不满,但是胡耀邦已经下葬,纪念胡耀邦只能结束。 结果4月26日,邓小平在人民日报出台了著名的426社论,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场动乱。 这一下学生们的感情彻底炸裂,第二天就爆发了427大游行。 4月27日,百万人走上街头。 北京出动了大量的公安警察,但是各处的人强,都被数量巨大的游行人群突破。 面对警察,学生们唱起了当时非常流行的警察电视剧主题歌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。 4月27日,百万人走上街头。 5月27日,百万人走上街头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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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